大家好,歡迎來到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當我們以為自己經常見到新奇的事物的時候 其實隨時身邊有很多日常用品 有些隱藏的功能,你都不知道 接下來有10個日常用品的小秘密 你又知道有多少個 第10位 冷帽頂上的涌球波波 看起來又蓬鬆又可愛 不過它的存在價值 絕對不是只有裝飾那麼簡單 而是有實際的功能 在很久之前,八角水手在冬天的時候 經常帶著涌球波波的帽子 遺免在惡劣天氣情況下 風高浪急,在船艙工作撞到船頂 去到今時今日,這個擁球波波 就真的應該成為了拉姆設計上的一種款式 牛仔褲應該人人都穿過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 牛仔褲褲頭兩邊的四方形袋子 究竟主要有什麼作用呢 我猜大部份人都是只會用這個四四方方的袋子 用來擠散銀 不過這個小到什麼都放不到的袋子 其實在很久之前,美國淘金時代 駝標是比手錶更流行的 為了令到駝標更方便攜帶 又不容易被刮花 所以就在褲裏面加了一個細細的四方形口袋 遲至今日,這個袋子已經成為了牛仔褲的一個歷史標記 第八位 扶手電梯旁邊的毛毛 九成九小朋友都應該試過用來拆鞋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 這些硬硬的毛毛 實際上又有什麼作用呢 其實扶手電梯最常見的意外 就是當人們站在旁邊太近的時候 衣服衣裙或包包被捲進去 計算便有機會弄傷身體 所以毛毛刷設計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為了避免意外事故 警惕大家遠離扶手電梯的邊緣 第七位 你一定以為瑞士製造的三角朱古力 設計成三角形 是因為瑞士阿爾卑斯山的緣故 但是實際上 朱古力棒之所以設計成這樣 完全是因為功能 而不是因為好看的外形 三角形的設計 令到你單手用手指弓按壓其中一塊 就很容易截斷 而且一小塊很容易放入口 為你提供了完美的大小份量 下次吃三角朱古力的時候 記住用單手做一塊出來 第六位 廚具手柄上面的洞 普通人只會利用它 將廚具掛在牆上 不過原來它都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隱藏功能 你其實可以如途所示 將鑊鏟和大匙羹卡在上面 靈活地使用 第五位 平常用的原子筆 在筆蓋上會有個洞 你可能會擔心這個洞會不會弄乾你的筆頭 讓你之後寫不出字 第二 不過即使有機會是這樣 也是值得的 因為這個洞是用來救命的洞 有些小學生 就不知為何有含不頭的習慣 如果小朋友 不小心把筆蓋吞到肚子 隨時都會造成窒息的危險 有些筆蓋真的沒有洞 如果你家裏有小朋友 就記住扔掉沒有洞的筆蓋 第四位 如果你或者你家人有車 一直以來你有沒有注意過 在駕駛位的標板上 入油的圖標旁邊 有個箭咀呢? 你們又知不知道這個箭咀有什麼用呢? 用來提醒你們何時需要加油? 其實那個箭咀是用來告訴你 你油箱的蓋在你車的哪一邊 當你要加油的時候 你就想都不用想 就可以知道答案 第三位 珍寶珠或者類似的棒棒糖在吃完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棍仔上面有個洞 很多人都以為那個是哨子 如果你也有這個想法 那你又錯了 這個洞主要有兩個作用 一就是用來固定粒糖 避免小朋友吃吃粒糖 整粒糖掉進喉嚨 二就是當小朋友 不小心到連棍都吞下去的時候 有個洞給他們休息 避免窒息 第二位 有很多汽車巴士 甚至火車的玻璃邊上面 你都會看到這些很小很小的黑點 相信應該很少人知道 這些點點究竟有什麼用 其實這些點點的設計 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吸收光線的熱力 令到玻璃可以升溫得快些 為何要多次一舉呢 原因就是 汽車的金屬在太陽曝光之後 溫度就會升得很快 但是玻璃呢 就升溫比較慢些 為了熱力的均勻才這樣設計 如果不是呢 汽車的玻璃就很容易變形的 第一位 你喝罐裝汽水 其中一個原因 都可能因為 拍一聲它就開到 看它方便 但是 汽水罐那個拉環 不是僅僅用來做開口那麼簡單 到底汽水罐的拉環 為何要設計成這樣呢 原來是為了固定吸管 喝起來更加方便 我會不停發掘更多有趣的主題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世界十大這個頻道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任何一條影片 記住記住 在樂園訂閱之後 按訂閱旁邊的鐘仔 然後選全部 這樣才行 記住 以後 請 跟 解